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赛后数据分析显示 双方扣球得分中国69比66 篮网6比5 发球7比2 对方失误送分25比20 其中李盈盈收获28分 54扣27中一发球 龚翔宇收获20分 41扣18中一篮网一发球 王渊源收获11分 15扣10中一篮网 袁新月收获10分 17扣5中二篮网三发球 王云露收获9分 15扣5中二篮网二发球 丁霞收获2分 刁林宇和金叶各自收获1分 泰国女排平皮查亚收获28分 查楚昂收获16分 一些球迷看了数据后 就要有疑问了 明明比赛的发 扣 篮的各项数据都领先对手 为何中国女排还是输球了 让我们听听专家的意见 前中国女排队长魏秋月赛后点评了比赛 魏秋月说 这场比赛很遗憾 女排姑娘们很拼 泰国女排是值得尊敬的对手 泰国队很全面 双方开场准备都很充分 但临场来看 中国队工坊转换质量不高 节奏被泰国队带乱 没有发挥高度优势 虽然中国女排输了 但一直没有放弃 打出了女排精神 为姑娘们的精神喝彩 输球不是坏事 只要拼搏精神在 就能够继续进步 此外 国际排联更新了女排世界排名 此前三连胜的中国女排 因输给了排名第15的泰国队 排名跌回第3 现在的最新女排排名是 美国女排第一位 巴西女排第二位 根据赛事安排 下一战比赛将在菲律宾进行 6月15日19点 中国女排军团将对阵比利时女排 在菲律宾战比赛时 中国女排最主要的对手是美国女排和日本女排 截至目前 美国女排是奥运冠军 世界排名第一 日本女排则是唯一 拿到世界女排联赛四战全胜战绩的球队 期待中国女排 在女排式联赛下一战 菲律宾战时 取得好成绩 心想事成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